1月6日,陈乔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字曝患有严重的睡眠呼吸中止症,常常在睡觉时会呼吸停掉。 动态一出,迅速引起粉丝们的关心与担忧。 据悉,陈乔恩与丈夫Alan在录制综艺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时, 其老公爆料陈乔恩晚上睡觉打呼作为女艺人,陈乔恩的一言一行都被受关注。 在节目播出后,网友有关陈乔恩打呼的议论声也越来越大。 或许是不想舆论再度发酵,也或许是承受了太大的压力。 陈乔恩选择出面回应此事,陈乔恩首先是感谢大家对她的关心。 随即便直面回应打呼的问题,她透露自己患有严重的睡眠呼吸中止症, 在深度睡眠时会因为喉咙塌陷导致呼吸不到空气, 所以就会呈现打呼的状态。 让人震惊的是,陈乔恩还表示自己在深度睡眠时, 一个小时内呼吸就会停止25次,每次长达50秒。 就像电影中所演的那样,突然没了呼吸,不得不说。 这样的情况着实有些吓人。 紧接着,陈乔恩表示多年以来从没有发现自己患有这样的疾病, 直到老公Alan在睡觉时发现了自己的不对劲。 这才前去医院检查,随后,陈乔恩透露自己已经接受了开刀手术, 将睡眠时喉咙处会塌陷的肉拿掉,现在已经恢复, 不会再有打呼的状态。 但在接受手术后,陈乔恩整整两个星期无法说话, 一个月没有办法吃太固体的食物, 以至于人也被饿瘦了一圈。 同时,他还提醒网友们都要多多注意自己的睡眠问题。 网友们在看见动态后,纷纷留言提醒陈乔恩注意身体。 还有人夸赞陈乔恩的老公, 并对他表示感谢陈乔恩与Alan因面纵而结缘。 两人于2019年12月官宣恋情,感情一直都十分稳定。 2021年3月,陈乔恩与Alan官宣结婚。 虽然他们没有举办婚礼, 但两人的相处状态却惹得大家羡慕不已。 如今,陈乔恩与Alan再次登上综艺节目, 向大家展示他们的生活日常, 希望陈乔恩能够身体健康, 也祝愿他们能够一直如此幸福。